你第二星打五顆星 這考的機率很高 因為題目沒告訴你角度是多少 而且它不是特殊角 所以它是需要做一些這個換算的 好 第一個我們先看一下 Side的90度加Sita等於多少 好 這個我給你建議也是一樣的方法 請你先畫那個直角坐標 請問你 90加Sita就在哪裡 真的90啊 加Sita在這邊對不對 有看到嗎 可以啦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Side的90加Sita相當於多少 你知道嗎 不好意思喔 Side的90加Sita 你要是這個 注意看喔 你要是這個三角形 所以這個角度幾度 這個角度應該是90-Sita才對 所以Side的90加Sita 相當於Side的90-Sita 有看到嗎 好 那幹嘛 你想說老師 我幹嘛每次神經病 90加Sita就加Sita 因為Side的90-Sita 就相當於Cosin-Sita 因為我曾經學過那個魚角的關係對不對 Side如果換成Cosin的話 就是兩個相加互換 比如說Side30度就等於Cosin60度嘛 所以當我這裡寫Side的90-Sita的時候 就相當於Cosin-Sita的意思 會啦喔 好 再來 Cosin-Side的180加Sita呢 哪裡是180加Sita 我大概畫一下好了 來 180加Sita 所以這個還好 就是Sita對不對 所以答案呢 就是Cosin-Sita 但是因為它在第三項線 所以它應該是什麼 負的 所以你看到沒 我的解法就是這樣子 先決定好那個數字 數字是多少 再想正負的事情 會啦喔 好 再來 所以這邊其實你已經算出來 它答案是多少 你知道嗎 這邊 其實是負一 因為等一下這個得 負cosin就是cos 好 這是怎樣的寫 好 你值得天後來繼續做下其他的 來 請問你 Tangion 的180-Sita呢 哪裡是180-Sita 這邊是180-Sita 所以在這邊吧 所以它就可以直接寫 Tangion Sita 因為這個Sita 就不好可以用得到 對不對 好 那因為它是第二項線 所以對Tangion而言 是負的 對這個Tangion 這個Tangion 180-Sita 是負的 好 意思再推 Cotangion 的270-Sita 給多少 270-Sita 這邊 270-Sita 就這邊 所以我要是這個角度 對不對 所以現在當然沒有錯 Cotangion 的90-Sita 那一樣 Cotangion 的90-Sita 就相當於多少 Tangion 的Sita 然後又因為它在哪裡 它在第三項線 所以它是正的 所以剛好這邊是動的 對不對 會啦 好 這個其實你如果仔細看的話 你也知道答案是多少 這邊應該是Tangion分之負Tangion 也是負1 所以這兩個答案 負1負1了 對不對 所以我給你答案了 我小弟告訴你 這答案了 那我就負3 那我就負1 因為這裡有負1負1 不是已經負2了嗎 啊這個呢 肯定一定要就是負1嘛 對不對 好 我們試看看答案多少 來 第二項線 2-F-Sita 來換個桶 2-Sita 在這邊 對不對 所以雖然它是寫2-F-Sita 其子現在你知道嗎 就是2-Sita 所以2-F-Sita 就相當於1-Sita 好 再來決定正符號 因為2-跟誰是倒數 2-跟cos是倒數 對不對 2-跟cos是倒數 所以cos在第四項線是正的 就是它應該也是正的 所以它就等於2-Sita 這個沒問題 再來 再來 cos 的 90 減θ 哇 這個超爽 你動都不用動 直接寫多少 second θ 吧 對不對 所以答案就算出來 答案多少呢 我們寫慢一點好了 答案就等於 -cos 分之 cos 加上 tan θ 分之 -tan θ 加上 second θ 分之 second θ 所以很明顯是-1 加-1 加-1 對不對 會啦 所以它就是-1